等分幾個 那這樣就可以 但是新的版本 就是說後面有一些新的工具他很聰明 他自動幫你調整 可是我印象中這個好像是沒有 所以 比較麻煩一點 你自己再調一下 應該是可以調到比較剛好的 大家如果說你不要求太多 看起來OK的話 就是要微調一下一下 OK 好吧微調OK 再來的話旁邊要填 名稱稍微改之後的話再來填裡面的 比如說品名部分 品名的話呢就不是用key的 我們可以用什麼用下拉選單 有沒有這邊有個叫什麼 下拉選單 把它拖拉一個下拉選單 對不對 然後呢到時候就是 有幾個項目就填進去用選的 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就是數量用key的 所以這邊可以讓他key 然後 調一下 上面對準 比如說他的laps是120 下面如果也要120就OK了 然後下來的話再來是數量 數量也是key的 所以這兩個讓他key 然後再來是小計 小計就是不要key的話 那就是用標籤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自動在顯示出來的 那裡面怎麼樣呢 把它清空 位置要剛剛好120 所以這邊的話 位置120 然後 裡面就是caption屬性 把它清空 delete enter 裡面就空了 那字的大小 當然你可以 可以寫 再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 字希望再改大一點 那就改成14好了 出體字 顏色看看要不要更改 如果不更改的話用預設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就地區 地區也是一樣用下拉選 因為 他一定只有 東西南北裝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用什麼呢 用這個下拉選單 再加一個 或者是 你如果要讓他 完全一樣的話 你可以把上面這個 Ctrl按住往下 拉下來 那他的Labs 也要是Labs也要120 OK 再來最後的話 然後多多按鈕 按鈕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一個是 確定或者是計算 然後另外的話 再可能再多加一個什麼 多加一個 清除全部 清除全部 然後再加一個 比如說新增到資料庫 單筆新增 然後再增加一個什麼 批次新增 就全部 把這邊全部的資料 一次幫我 全部放在資料庫裡面去 大概會有這些功能 好 那上面的名稱 我想應該會改 自己再把這個 Caption Caption 這個屬性 改一下 改一下 那名稱的話呢 到時候 到時候再統一一下 我等一下再 給各位這個上面的名稱好了 因為他預設一定叫什麼 combo bus 1 這個叫做 test bus 1 然後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到時候 我們再統一好了 那Button的名稱也是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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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